應該擔心的還有國內的兒童染疫 持續的增加 現在十八歲以下的個案 有一千六百例左右 雖然沒有重症或是死亡 但要不要打疫苗 現在兩邊的說法 可以說是激戰 所以在專家李兵英表示 以美國的案子跟疫苗為例 打下去還是力大於弊 學生在教室裡認真上課 但校園疫情燒不完 有些學校早已不見任何人影 因為目前全台 已經有多所校園 採全校或部分班級停課 不過停課標準太亂 導致家長抱怨連連 家長直呼小孩沒打疫苗 真的會怕 但另一方面動不動就停課 這樣真的好嗎 看看教育部目前定調 從兩名學生確診 改為以班級為單位 學校有三分之一以上 或十個班級以上 暫停實體課程十天 才會實施全校停課 但這卻讓國小學童家長 又氣又著急 三寶八律師林志群 也在臉書寫下看法 認為寧願教育部定的寬鬆 家長在自行決定是否要請假 因為每個人的感受都不相同 甚至家長的公司 有的提供執行家庭照顧假 但卻不是每家公司都有這項福利 校方也得站在家長角度多幫點忙 家長有擔心 我們會在教室裡面 同步開這個複合式的一個教學 當然在整個學校的實行過程當中 會依照確診個案的活動足跡的密度 來配合衛生單位來進行疫調 面對各界聲浪 相關細節未來都得滾動時調整 疫情強碰 學生受教育權益 怎麼拿捏 還有在中央做出完整配套 解台北總報導 詞曲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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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